原神维克玩家一周年总结 本期视频主要有三个部分 1.维克玩家一年成果是怎么样 2.零克维克怎么样才能玩好原神 3.原神抽卡思路规划 大家好,我是江鱼儿呀 2021年6月20号入坑的原神 入坑很简单,就是因为画质不如原神这句话 有人跟我一样是因为这个入坑的吗 普遍定义的维克是大小月卡,外加手冲双倍 首先声明啊,我不是强度的 游戏嘛,没必要那么较真 刚好玩了一年,我就把我的玩法分享给大家 来帮大家玩好这个游戏 首先来看一下我这一年的成果 目前共有34张金卡,12把金色武器 主要是在夜南池子没忍住,抽了个马命 肖抽了一命 还有各自的专武,拉高了五星角色 冲动消费了 不要问舒不舒服,问就是后悔了 我是个纯XP党 参考我刚入坑就抽了万叶 和第一次星海池子就抽了星海 喜爱的都是偏辅助的角色 错识呢,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的顶级配队 神鹤万星 所以在夜南没有来之前啊 我的深渊就已经能满心了 怎么说呢? 现在很多玩家都进入了一个误区 觉得打不过深渊就很丢脸 游戏嘛,其实是玩给自己的 强度高就多打一点 强度低,那就等强度高了再打嘛 为什么要被别人的闲言碎语干扰呢? 玩游戏,请务必要把快乐放在第一位哦 第二再说,灵克威克怎么玩好原神 其实玩好原神就两个选择 要么花钱,提升游戏体验 要么用心玩,花时间去干 灵克威克玩家如何攒原神 大地图,每日,每个版本的各种活动 一个都不要落下 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神通通存起来 耐心的去等待你想要的角色 灵克威克玩家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抽卡的欲望 你才能玩好它 如果你是见一个,爱一个 那只能劝你趁早客亲不要做梦 我有一个灵克朋友,核爆百万起步 比我这个花钱的玩得还舒服 所以啊,你们只要用心去玩 它也是能变强的 第三再说,灵克威克抽卡思路规划 明确目标才能达到目的 结合我一年的经验给大家建议如下 第一,不要抽命座 甭管角色再强,一个命座就相当于少一个角色 把原神留给其余的角色不香吗 第二,不要碰武切齿 想要一把心仪的武器 最黑需要吃满定鬼 也就是240抽才能拿到 有这么多原石留给其他老婆不香吗 第三,不要垫池子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石连会出现什么 比如我这个大冤种 为了九七人 小宝底大宝底都没了 第四,就是不要拿原石去抽长柱 长柱的五代天王时不时会歪出来的 不用刻意去追求 拿原石去抽长柱一发都是浪费 做好以上这四步坚定信念 基本上就能玩好原神了 如果再玩不好 那可能就是鱼儿的问题了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连赞关注,鱼儿带你上高速